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Leica 10-Year Challenge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 Leica 10-Year Challenge 我由2009年開始講 2009年Leica推出了一部M9 這部是第一部CCD 全篇幅的Range Rider相機 到了2011年 推出了M9P 這部就是M9P 它沒有了M9的字樣 沒有了Logo 反而在頂上 是黑了Leica 這部就是M9P 還有就是多了一個藍寶石 的LCD 到了2012年 推出了一部M-E 這部M-E是比較特別的顏色 有一點藍藍灰灰 有一點黑黑的顏色 它是根據M9P 它是根據M9做一個藍本 是一個簡單版 譬如說沒有了USB插位 也沒有了一個Range Rider 就是P-View的撥桿 同樣是2012年 它推出了一部Monocone 這部其實是很突破的 因為只會拍黑白照片 拍出來的影像 灰階是比M9更豐富一倍的 很適合喜歡拍黑白照片的朋友使用 這部Monocone 比M9更加低調 全部都是黑色的 沒有了Logo 只刻在Hot shoot位 寫著是Monocone 同樣也是有藍寶石的LCD 的保護玻璃 同年也是2012年 Leica出了一部 叫做240的CMOS相機 這部相機 它是可以有實時的取景的 有什麼幫助呢 就是當你用大光圈 或者是長焦距的鏡頭的時候 可以發揮用途 可以對準目標 然後才去攝影 還有就是說 這部機因為可以這樣去看 可以實時攝影 變成可以錄影 可以配合R鏡子 一樣去拍攝 變成多了一個用途 到2014年 Leica出了一部 叫做MP240的相機 這部相機就是這一部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會更加低調 好像這裡 沒有了M字 沒有了Logo 但是在頂部 就刻著Leica 還有一件事 就是用了藍寶石 的LCD 顯示器 的玻璃 令到內磨 防發花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多了2GB的RAM 令到你看照片 拍影片 或者連環快拍的時候 更加流暢 到2015年 出了一部 叫做M262的相機 這部相機 是近次240的 但是沒有了實時取景 以及沒有了錄影 令到你可以專注這樣去拍照 2015年 出了一部 叫做246的CMOS相機 這部相機 其實跟之前的Monocone 是類似的 只不過它是用了CMOS 在ISO方面 是更加的提升 還有那個 幼滑度 是有增加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可以拿來拍 黑白的影片 2016年 出了一部 叫做MD262的相機 這部相機 就真的是 擺迫歸真了 它沒有Display 沒有錄影 沒有實時取景 令到你專注在這裡攝影 就好像用菲林相機一樣 到了2017年 Leica就出了M10的相機 這部相機 多了一個地方 就是多了一個ISO盤 是在你不用著機的情形之下 是看得到的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那三大元素 ISO 快門 以及光圈 是在不著機的情形之下 已經是在你攝影師的眼裡 知道是設定什麼設定的 變成你一拿起機的時候 就可以即時可以拍到 還有一件事 就是放大比率 轉了去0.72 那就看得更加廣闊 更加好看 還有就是沒有了錄影的功能 你可以專心去攝影 2018年 Leica出了一部M10D的相機 數碼相機 這部數碼相機 就很特別的 因為它就沒有了Display 沒有了Logo 但是呢 就有多了一個撥桿的 那這個撥桿的作用呢 就是一個分音 令到你拿著相機的時候 是更加的平穩的 那這部M10D呢 就是可以有實時水景的 只要你加上一個Vixosfax 下去呢 就可以在窗仔裡 可以看到實時的情況 是比之前的MD262 是有優勝的地方 那這部機呢 是很有菲林相機的感覺 但是是一部數碼相機 在這裡呢 簡短地介紹了 Leica這十年的M機的發展 那我相信呢 簡短的介紹呢 就未必可以滿足到你的了 那你可以上來我們尖沙咀的主店 或者去到旺角的分店 大家去了解一下 大家去聊一聊都沒有問題的 我或者是我的同事呢 都很樂意跟你去解答的 那在這裡呢 跟大家拜一個年 祝大家呢 豬年呢 事事順利 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 最重要呢 就是拍多些美照 還有呢 接下來呢 我們是初四 就啟示的了 如果有時間呢 就可以上來 探探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